好 同学们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关于牙体组织的下一个结构 叫做牙骨质 那么牙骨质顾名思义 牙骨质它挨着骨头这一侧 所以说牙骨质一般 它覆盖在牙根表面的 这样一层结底组织 那么我们讲牙幼质 它是复在冠方的 而这个呢 复在在根方 那么咱们所谓的牙骨质 大致来从理化性质 或者大致从概述中 先简单看一下 我们讲牙骨质颜色 基本上是比较淡的 呈淡黄色 淡黄色 那么整个的分布状态呢 一般我们讲 在根肩部和根分岔部 相对比较厚 我来看这图片 根肩部和根分岔部 相对比较厚 而越趋颈部怎么着 越趋颈部越薄 这跟咱们幼质讲的也差不多 对吧 幼质也是怎么样 官方的相对比较厚 对吧 那么到颈部 也是越来越薄的状态 好吧 你看颈部这个区域 有点像三部管的状态 是吧 咱们在讲这个 整个的切状缺损中 咱们提到过这一点 是吧 这个部位它比较特殊 幼质 本质 骨质 三个区域 形成这一块 有盈力集中 大家都不太管这个区域 好 整个的分布状态 打成这样 那么具体的数据 咱们简单看一下 说颈部相对比较薄 多薄 大概在20到50个 这样一个微米 那么根肩 或者说根分差处 相对比较厚 多厚 大概是150到200个微米 相差的好大 相差好大的 那么整个牙骨质 跟牙本质之间 它俩是有个界限的 而且它跟外围的骨之间 是由谁牙周膜相连的 我们经常来说 这个牙骨质 它是维系咱们牙体组织 和咱们牙周组织 这样一个重要的结构 因为咱们在牙周病中 其中咱们有个术师 有印象 叫银下瓜子术 以及根面凭证术 那么这个术师 除了咱们要在指下 给它所有的牙食 这些严正物质 肉牙组织挂干净之外 咱们还要把一些 病变的牙骨质 一并刮除 这个就叫 银下的这样一个 根面的一个凭证术 那么刮除 病变的牙骨质来讲的话 是不是对咱们整个的牙周 这样一个恢复 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牙骨质 是维系咱们牙和牙周的 这样一个重要结构 而未来在讲牙周组织中 牙周组织 它也包含了 咱们这样的牙骨质 只不过牙骨质 在牙体中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它所有理化性质 在牙周病学中 牙周病那一章节中 牙周中 它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就不再重复的讲 牙骨质 你要认为 它不但是牙体中的重要组织 牙周中 它也属于一个重要组织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理化性质 那么关于牙骨质 它的一个这样一个理化性质中 你明显会发现 这里边知识点 就没有咱们先前讲的 幼质和本质 那么密集了 那么其中咱们讲牙骨质 它的结构跟骨比较类似 但是从英族角度来讲 它又不如骨 当然它也不如牙本质了 咱们讲牙本质比骨头还硬了 对吧 牙骨质 它还不如咱们骨头质呢 但是从影像学中咱们讲 这个从片子中 咱们发现 这个优质和本质是有区别的 而在片子中 就影像中 你真的就没法来区分 咱们骨质和牙本质的 对吧 这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从硬度确实给了一个比较 它的硬度相对来讲 是比较弱 那么这个弱 弱多少呢 有数据的要求 是有数据给了一个衡量 咱们讲 这个无级物 决定这个物质到底硬不硬 是吧 那么其中咱们讲牙骨质 它的无级物含量 还有硬吗 这里边讲了多少 将近勉强占一半 45%到50% 那么最硬的咱们讲牙优质 它的这个无级物含量 达到96% 而我的牙本质呢 也是721 体积比它也是532 对吧 牙骨质相对是比较弱的 那么其中有级物和水的含量 相对占了大头 占了50%到55了 当然具体的质量和体积 咱们就不再分了 所以越往后学的越简单点 对吧 那么其中咱们讲牙骨质和蜜质骨 做一个区别 不太明白这个骨质跟骨 都有什么区别呢 注意了哈 咱们讲啊 这个骨里面都有什么呢 你看骨 它里面有血管了 对吧 有神经啊 有哈佛管 哈佛管什么 有营养管嘛 当然骨也有细胞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骨头 咱们讲骨折之后 它能不能愈合呀 人家能愈合呀 对吧 有成骨细胞 破骨细胞 对不对 人家有细胞的 而且骨头 你钻骨头 也是种植的患者啊 你钻那骨头 发现骨头里面会冒血啊 对吧 骨头里面有血管的 骨头里面有血管的 好吧 我这啊 画错了刚才啊 那有细胞 有哈佛管 有神经 有血管的呀 那么牙骨质 你注意了啊 它是没有哈佛管的啊 没有这个供养的这个管 也没有血管 也没有神经的 但是它有什么呢 它有细胞 哇 有细胞 我们前面讲这些啊 牙幼质啊 牙本质啊 咱都没提细胞这个事 对吧 牙骨之中 你记住了 牙骨之中 它是怎么样 有细胞的啊 好 那么再折 咱们看一下 这个组织学特点啊 我们根据牙骨之中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细胞 对吧 哎 一般给它分为什么 细胞牙骨质啊 就是细胞牙骨质 和无细胞牙骨质 对吧 一个无细胞的 一个细胞牙骨质啊 就根据就没有细胞 那么具体的怎么分布呢 哎 我们简单看下这张图啊 简单看这张图 这张图之前 我们好像有看过 对吧 这张图之前 我们讲什么呀 讲的是 哪个位置啊 哪个位置 它的这样一个厚度问题 叫颈部比较薄啊 根方比较厚 那么你猜 颈部比较薄的 是不是就没有细胞 对吧 根方比较厚的 是不是细胞含量 就比较多呀 对吧 哎 那么所以说咱们 无细胞牙骨质 和有细胞牙骨质的分布 这也是个小考点 那么无细胞牙骨质 记住啊 它的分布 是紧贴在牙本质的表面 主要就是由咱们 牙骨质成成板状结构的 形成一种无细胞的结构 大多数从颈部 到根肩三分之一 那么你在这里边 能不能发现一个 颜色比较深的 黑色的这一部分 它就是咱们 无细胞牙骨质的位置 来说一遍 从颈部到哪 到根肩三分之一 这个位置 这一区都是什么 都是无细胞牙骨质 那么它的存在呢 主要干嘛呀 那颈部往往都被 无细胞牙骨质所占据的 那么细胞牙骨质在哪呢 那从根肩三分之一 最多逐渐往上走 也位于我们这个 无细胞牙骨质表面 就从这开始啊 最多越往上越来越少 它也会覆盖在 无细胞牙骨质的 一部分的表面 当然颈部这块 肯定是无细胞牙骨质的 那么细胞牙骨质 为于哪啊 为于无细胞牙骨质表面 但是根肩三分之一全都是什么细胞牙骨质 细胞干嘛用啊 细胞不断的在分泌啊 对吧 不断的在形成啊 对不对 那么其中咱们讲细胞牙骨质和无细胞牙骨质 也可以交替的排列 对吧 这样的状态 好吧 这关于细胞的分布 那么既然有了细胞 同学们 有了细胞 它怎么样 就会参与咱们牙骨质形成 对吧 那么这些呢 叫牙骨质细胞了啊 那么它呢 是位于咱们骨的基脂内啊 位于牙骨质的基脂之内的 这些细胞啊 那么其中细胞啊 有肩脂 那么肩脂中 咱们主要研究一个纤维 一个基脂啊 其中纤维 咱们这里边有两大块啊 一个呢 是橙牙骨质纤维啊 橙牙骨质的这样一个细胞啊 主要它体现于平行排列 再者呢 还有牙周膜的这个橙显微细胞啊 它是这样垂直的排列 垂直排列 它们之间是交替进行的啊 那么形成胶延纤维所构成啊 那么前者的排列 跟牙根表面平行 前者排列跟牙根表面平行啊 这样状态 那么后者呢 那穿进来啊 穿进来 后者的啊 穿进来就叫什么 就叫穿通纤维啊 跟牙根表面什么状态 是垂直状态 哎 所以说注意了啊 橙牙骨质细胞啊 是平行排列啊 而外围的 牙周膜的橙显微细胞 怎么着啊 是串通进来的 哎 跟牙根是垂直的排列啊 其中啊 咱们橙牙骨质细胞 它主要分泌什么呀 主要分泌细胞牙骨质啊 而橙显微细胞呢 它产生什么 无细胞的这样一个牙骨质啊 那么除此之外 就基脂了 基脂简单了解啊 一个蛋白豆糖 一个是矿物盐啊 这是咱们 理化性中要了解的细胞啊 好 那么再者咱们要了解一下 右牙股质 右牙股质的问题啊 那么其中咱们讲啊 哎 这个右牙骨质界啊 右牙股质界 右指和牙骨质的颈部 发生相连 它俩之间 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啊 一种状态呢 咱们看啊 一种状态呢 是大多数是骨质 包绕了右指 那这是右指啊 这是右指啊 那骨质呢 会包着这个右指 看到没 哎 骨质包着这个右指 那么这种情况 哎 骨质包绕了少许的右指啊 这种情况占了百分之六十啊 占了百分之六十 而还有些情况 他俩怎么样 巧了啊 端端相连啊 就是你没包我 我也没包你 但是咱俩没空啊 一定是怎么样 相挨着的 相挨着的啊 这个呢 占了百分之三十 叫端端相连啊 而还有百分之十左右啊 哎 二者不说话 谁也没挨着谁 中间有个缝隙啊 中间缝隙 当然像中间有缝隙这一种啊 你想啊 一旦怎么着 我们的本脂啊 我们的牙齦有退缩 那么这个时候本脂怎么着 它就会暴露 那么你猜这一块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敏感啊 对吧 哎 有可能造成敏感啊 当然了 本脂啊 本脂啊 这个骨质 包扰幼稚这一部分的牙骨质 它是既没有细胞也没有纤维的啊 就什么也没有的啊 就是完全的包扰状态啊 这一张图我希望大家记住啊 端端相连占百分之三十 还有百分之十呢 是不挨着的 好吧 好 再说咱们看一下 牙本质和牙骨质界限 因为咱们讲牙本质 它是牙乳图来源啊 那么牙骨质呢 它是牙囊来源 所以说它俩之间啊 也是有界限的 是吧 哎 我们讲啊 牙本质牙骨质 它俩是紧密结合 那么光镜下啊 可以看到一些平坦的这样的界限 而电镜下仔细发现 会发现啊 我们牙本质和牙骨质之间 胶原纤维蛋白是相互缠绕的状态 也不是那么的平啊 我们低背镜的光镜相对来讲 倍数比较低啊 但也够用啊 看的是一条直线 但电镜下仔细会发现 它们也是什么 缠绕勾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这样使得骨质和本质之间紧密的结合呀 好 那么再者看一下这个生物学的特性和功能啊 我们讲这个牙骨质啊 有三个特性啊 一个叫改建 重塑量少 抗吸收能力强 那这句话啊 在临场中怎么应用呢 其中啊 咱们讲改建 重塑少 什么意思 就当他受到刺激了 或受到牵拉了 哎 他内吸收啊 对吧 那反之什么叫改建 改建多 重塑多呢 就是说当他受到压力 他吸收了 受到拉力 他增长了 哎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 哎 改建 重塑多了啊 这里边在正经学中 我们通过呀 这牙齿斩脱槽 把整个牙齿进行一个拉力的牵引 你发现啊 最终骨头 牙草骨 它会吸收 在牙骨之内 它不吸收 哎 改建重塑少 抗吸收能力强 就作为咱们正经治疗一个基础 要不然啊 当你拉完这个 要签拉完啊 咱们整个的这个牙齿之后 你发现啊 牙骨质有吸收 牙本质有暴露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这样 就说明怎么样 它是抗吸收的 明白 牙骨质 它是不断沉积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牙骨质啊 它的下方怎么着 细胞比较多嘛 细胞干嘛用啊 不断生成牙骨质 不断生牙骨质 那么这样来讲的话 它就会使着牙根啊 怎么样 不断在生长吧 对吧 实际来讲啊 哎 它的存在是为了代偿 补偿 我们上方牙面的魔耗 当我们牙面啊 咀嚼磨耗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 这牙齿短了多少 而是下方怎么着 不断在形成新的 这样牙骨质 来补偿你上方的魔耗 当然了 这个只能是魔耗 如果说大方向的 如果说大面积上缺损 它能补偿了吗 哎 它的这个补偿 可能远远达不到 你的磨蹭程度 那可能形成一个 哎 这样一个坑啊 好吧 那么最后 说激发牙骨质的形成啊 哎 在咱们做根管治疗的时候 尤其是根肩控 有大面积破坏的时候 当你控制完感染之后啊 给它形成新的 这样一个闭合之后啊 那么逐渐这些破坏的 鼓组织 包括我们根肩 就重新形成 这样一个根肩孔 那么这个根肩孔的形成呢 就是跟我的 哎 这个有细胞的牙骨质 形成有关 它会重建咱们牙周 和牙体的 这样一个 哎 封闭关系嘛 哎 这是咱们牙骨质的 这样一个生物学的特征啊 以及它的功能啊 好 那么最后 关于整个的牙体组织中 咱们最后介绍一下 这个牙髓 牙髓啊 咱们讲牙体组织啊 讲了三硬一软 是吧 三硬一软 这个软的 哎 咱们指的是牙髓 当然我说的三硬一软啊 指的是什么呢 从这个硬度角度来分析 但是如果从发育角度来分析啊 哎 你要把谁摘出来啊 你要把牙优质摘出去 因为它是上皮来源 而牙髓属于什么来源啊 牙髓 它属于尖冲质来源 牙乳头来源 它跟牙本质实际是一个来源啊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这个组织学特征啊 牙髓 它来源于呢 外培肩液 对吧 它是一个疏松的啊 结底组织 软组织 那么这个牙髓中 它包含了什么呢 哎 神经 细胞 血管 对吧 淋巴管 等等 其他的技术啊 那么其中这个细胞啊 大致后面会讲到 有这个成纤维细胞啊 成 成牙本质细胞啊 胃分化 肩中细细胞 等等等等啊 那么原则上来讲 在组织学上 咱们可以把牙髓 分为四层结构啊 最开始上课的时候 咱们把这个牙髓图片 已经给大家说了一点啊 那么从组织学上来分 最靠近外围的啊 最靠近牙本质那一层 那当然就要成牙本质细胞层了 那么再精细点讲 最靠近什么牙本质 最靠近咱们这个前期牙本质那一层 对不对 就最外层的这些啊 这些呢 就成牙本质细胞层啊 那么紧接着这往里啊 就是无细胞层 也叫伐细胞层 缺乏的伐啊 也叫VL层 叫VL层啊 那么成牙本质细胞层 伐细胞层 这往里就叫多细胞层啊 多细胞层 最中心呢 叫随和 最中心的分布啊 相对比较均匀啊 我们管的叫随和啊 这是咱们整个牙髓的四层结构 好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胞啊 细胞中 咱们讲牙髓啊 大致你要记六样东西 六样东西啊 总共的细胞一定要都给我记住啊 第一个 吞牙本质细胞 第二 吞纤细胞 第三个啊 组织细胞和未分化的间称质细胞啊 这个组织细胞实际啊 叫巨湿细胞 就吞湿细胞嘛 啊 再者呢 就是树突细胞 T08细胞 这是六环细胞啊 那么大致上 纵向的先了解一下 牙髓都有什么细胞 按照口组完东西感觉 哎呀 一下我记不住这么多 你先记住 大概是都有什么 然后再横向起 每一种都是什么意思 对吧 那么这六种 怎么能记得住 首先第一个 撑牙本质细胞 你想啊 撑牙本质细胞 从发育角度来讲 它是一层一层往里退 退到哪了 最终退到了牙髓墙里边 所以它必须得有撑牙本质细胞 它主要目的是 不断的形成这样一个牙本质嘛 是吧 激发的 激发牙本质 当然受到刺激的时候 它产生什么 修复性牙本质呗 它位于哪 位于最外层 为什么最外层啊 你想 形成的牙本质 肯定最外层啊 如果这个细胞在最里边 那它形成的东西怎么样 过不去呀 是吧 对它最外层 那紧爱着谁啊 紧爱着前期牙本质排列一层 呈柱状的 卵圆形的这样一个细胞结构 叫呈牙本质细胞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 呈显微细胞 记住了 呈显微细胞是牙髓中的主要细胞 考试问你说 牙髓中主要细胞是什么呀 要答呈显微细胞 来说呈显微细胞 因为它的最主要细胞 所以我们也管它叫牙髓细胞 当然只是在牙髓中的呈显微细胞 才叫牙髓细胞 牙周膜里的也发现呈显微细胞了 那叫牙髓细胞吗 那不能叫 好吧 那么整个的呈显微细胞它呈星形 那么整个包纸像有凸起相互连接 那么整个盒呈深染色 包纸是单染色比较均匀 优质的时候 优质的呈显微细胞 受到某些刺激可以分化成为 呈压奔脂细胞 那么这张图 大致上就咱们一个呈显微细胞 一个星形 有爪子相互连接 染色比较深 大致一记 好 在这看 组织细胞和未分化的间中脂细胞 组织细胞实际来讲 就是吞噬作用的 把吞噬掉 咱们牙髓中一些没有用的 这样一些退化掉的一些细胞 衰亡的细胞都给吞掉了 那么未分化的间中脂细胞 指什么呀 未分化间中脂细胞 咱们换个词叫干细胞 干细胞 什么意思 就储备干细胞 这些细胞在整个牙髓中 起到什么作用来 就是哪块需要我 我就要变成什么细胞 比如说 外界刺激来了 我撑牙奔脂细胞明显不够用了 那怎么办 我就会调动 未分化间中脂细胞 让它形成牙髓细胞 我吞噬细胞不够用了 我就会让我的未分化间中脂细胞 变成吞噬细胞 帮着我吃掉这些雕王的物质 这叫未分化的间中脂细胞 也叫牙髓的干细胞 在这输出细胞 记住一句话 叫抗原地质作用 抗原成地作用 而T08呢 起到免疫作用 这些呢 就是咱们整个牙髓中 要记住一些细胞 好 在这看纤维 纤维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咱们胶炎纤维和 适应纤维 我们牙本质中也讲纤维了 那个主要是胶炎纤维 主要几项是一型 还是一型 当然除了我们的胶炎纤维和适应纤维之外 这里边还有什么 弹性纤维 弹性纤维 它主要强调在血管壁上 存在血管壁上 管什么弹性 管收缩 那么其中咱们牙髓的胶炎纤维 最主要是什么 是一型和三型 牙本质呢 只要讲一型 那么牙髓中讲的是一型和三型 大致比例将近1.1 55比45 这整个牙髓的比例 整个纤维的比例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 怎么着 纤维数量逐渐增多 细胞数量逐渐就减少 当然除了胶炎纤维之外 我们还讲湿蚓纤维 而湿蚓纤维大多数主要是谁 三型胶炎纤维为主 它主要分布于咱们牙髓的细胞之间 叫湿蚓纤维 纤维 重点就两个 一个胶原 一个湿蚓 胶原的一型和三型 湿蚓的都是三型 好 那么再说基脂 基脂 它是一个比较致密的胶样物质 主要有颗粒状 丝状 其主要成分 就是咱们蛋白多糖复合物 和一个糖蛋白了解就OK 那么再说血管 压随着血管 主要是牙槽动脉的分支 对吧 牙槽动脉 进入到了 从咱们根肩孔 根肩孔 进入到了牙髓 改名了 就叫什么 叫牙髓动脉 好 再看神经 神经 它主要来源于牙槽 这样神经的分支 同样也是从根肩孔进入 对吧 变成什么 牙髓 主要管牙髓这些神经 但牙髓神经有个特点 大多数什么 都是有罪神经 它主管什么 传导痛觉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它只能告诉你疼不疼 甭管咱们牙髓是冷 热 酸 甜 刺激 它的感觉就一个字 疼 而且呢 少数的 还是无罪神经 这部分神经 它是交感神经 它只是调节血管收缩 和舒张用的 这些神经 缺乏一个什么 定位能力 所以咱们讲基因牙髓炎的患者 你说它能定位吗 它缺乏这个定位能力 它只能穿到痛觉 它就知道疼不疼 它没法帮你定位 好吧 好 那么看临床意义 整个牙髓临床意义 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增能量 那么随着年龄不断增长 这个随腔怎么样 越来越小 刚萌出牙是怎么样 随腔大 随腰较高 那是因为幼稚本质比较薄 那么随着不断的发育 会发现 激发牙本质不断形成 造成那么随腔怎么样 体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么除此之外 那么里边的成分中 咱们讲纤维含量越来越多了 那么细胞含量是越来越少的 就这句话 不光在牙髓中适用 就任何的东西 都是这个状态 就是年龄增长 细胞含量越来越少 简单理解 就是你成人了 你还能长哥吗 对吧 就这么理解 那么纤维成分越来越多 越来越硬 那么再者 由于水腔特点 水腔周围都是硬的 对吧 如果里边一旦压力过大 还有严重刺激 那么它的压力无法得到释放 那么这个疼痛是非常剧烈 非常剧烈的 那么再者 如果外界刺激来的比较轻 比较缓和 那么最终产生什么来 叫修品牙本质 再精确的叫反应性牙本质 当刺激来的比较强烈 那可能怎么样 不可复了 对吧 那牙髓就严正了 牙髓一旦形成炎症 那很难逆转的 很难逆转的 好吧 虽然说牙髓有一定的修复能力 但是相当相当有限 好 在这说一下牙髓的感觉特点 咱们讲这个神经 达到有随神经 它只能传统痛觉 只能传统痛觉 它不能区分冷热 压力 以及化学的变化 而且缺乏定位能力 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极性牙髓炎的患者 它没法定位疼痛 那修复说了 那极性根肩周炎的患者 为什么它能定位疼痛 你注意了 极性根肩周炎的患者 它牙髓腔的神经 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死掉了 都没有了 对吧 而它所传统疼痛是谁 是牙周膜的神经 告诉它的每颗牙疼 好吧 好 再者说一下 牙髓的修复能力 有没有 有 但相当有限 所以说一旦牙髓炎症 老毛怎么样 不能完全修复和再生的呀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有再生了 那一次 我没有了 没了 我没有了 有